我們今天要談的是2016年的網路行銷賺錢的趨勢 基本上它的主題你可以把它總結成 不管是在網路行銷方面還是在網路賺錢 或者是網路創業方面 我相信今天最後你會學到五個可行的方向 只要你有掌握這個趨勢 這個趨勢有分國內還有全世界還有國外的 所以你只要掌握到這些趨勢 基本上並且有能力去創造出相對應的產品 接著上我相信都不會八九不離十 失敗率就會比較大幅度的下降 自從我記得我每一年 從2012年開始 我每一年的年初都會跟大家分享 那這些年這樣子我分享下來 我發現我其實當初研究說的蠻多趨勢都成真的 所以呢 有些趨勢是我幾乎是年年講 因為既然它是趨勢 它就是必須要年年都不斷的更加的確定 它不是如果它只有一年是這樣 一年不是這樣子 那下一年就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比較趨勢了 趨勢就是連續好幾年的未來 就是越來越明顯 好那我們今天呢 話不多說 那我就略過我的自我介紹了 那我們就來談第一個趨勢 那第一個趨勢其實就是Wordpress的網路商店呢 它就成為主流了 那首先呢 我先解釋一下Wordpress是什麼 如果你是第一次聽到的話 它是一個你可以DIY自己打造部落格 或網站的一個免費的系統 那這個是一個駕站的一個軟體 你可以隨時到wordpress.org 這個網址下去下載 那我從2012年的時候 我就說我就預測 Wordpress一定是會變成一個趨勢 那目前呢 經過了這大概四五年的時間呢 目前呢已經確定了 因為全世界目前有25%的網站 都是用Wordpress打造的 這個數據非常的驚人 你如果在台灣 在台灣你可能感受不到說 真的假的有四分之一的網站 是用Wordpress打造出來的 台灣的網站可能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全世界的網站統計起來是有四分之一 而且是年年這個比例一直在增加 那像我自己的網站都是用Wordpress打造的 這個是肯定的 因為呢 它是呢 它跟我們早期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代 學的那些網頁設計 什麼Dreamweaver啊 還是什麼挖歌的 都來得簡單太多了 雖然它還是有一定有一點點的難度啦 但是畢竟是網頁架設 但是最大好處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你完全不用寫程式嘛 所以我 我所打造的所有的網站 都沒有寫過客製化程式嘛 這是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網頁設計已經發展到這個趨勢 我覺得是幾乎是人人可以上手了 只要你想學的話都可以 那呢 我這邊在強調不是Wordpress現在是一個主流 而是Wordpress它所打造的網路商店成為主流 網路商店就是你能夠在 在網路上提供產品 然後讓人家下單有購物車 然後可以完成訂購的 這樣子一個商務型的商 的網站 因為早期的網站都是屬於 形象型的齁 對於成交啊行銷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只是刮一個網站在上面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 網站都是變成一個網路商店 就是希望人家呢 搜尋到你的網站之後可以直接下訂單啦 那你可以帶來實質的績效嘛 所以呢這個為什麼成為主流呢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很驚人的數據 這是2015年最新的數據 2015年底的時候最新的數據 現在是2016年初嘛 就是目前統計上呢 30%的網路商店 就是全世界的網路商店 都是由一個叫做WooConverse的購物車系統打造 那這個WooConverse呢 它又是什麼 它其實是WooPress的一個外掛 也就是說它是附加在WooPress 這樣子一個 一個網站的體系之下的 其中的購物車的系統 好 WooPress它是一個殼 那這個殼呢 這個 這個 部落格系統裡面 你可以安裝很多的功能進去 好 那其中呢 一個功能就是購物車的功能 好 那勾車的系統呢 這個勾車系統叫WooCommerce 好 那WooCommerce呢 他們官方的統計 非常的驚人 全世界所有的網路商店 有30%是由他們的系統所打造的 有佔了百分之三分之一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告訴你 這個趨勢是勢不可擋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就會更清楚 為什麼WooCommerce這麼厲害 你現在 現在台灣 在2015年9月的時候 釋出一個消息 就是呢 PayPal 被保 他們 宣布暫時 退出台灣市場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是用PayPal 去收款的話 在 近期 台灣人沒有辦法互相的 去收台灣人的錢 那呢 自從他退出之後 很多網路行銷人都是用PayPal 那 大家就很頭大了 就想說 那就只好找那個 地上方 金流嘛 繼續找 然後最後找到其中兩大家偷 大概是前兩大 第一大家是歐富寶 那第二大家叫自負寶 智慧的智 智富寶 那 你如果去看一下現在 有正式拿到執照 就金管會呢 他正式合發第三方 就是 就是 合發給他們相關的執照 可以營運的執照 你會發現呢 這些呢 第三方金流的 系統呢 歐富寶還是支付寶 還是其他的系統呢 他們全部都有支援 WooCommerce的整合 什麼意思 因為WooCommerce它是 勾車系統嘛 那勾車系統裡面 呃 就是要收款嘛 最重要就是金流的部分嘛 就是收款 那你要用什麼 平台去收款 那他呢 可以去整合 WooCommerce可以整合 支付寶 收款 也可以整合 歐富寶收款 他是全台灣呢 比較知名的 這些第三方金流的服務呢 唯一齁 唯一在WooCommerce的世界裡面 有做整合的 那你就知道 這個系統它有多麼的熱門 因為它就是 WooCommerce世界裡面最熱門 也是全世界最熱門的 它是一個免費的 免費的購物車系統 而且是繁體中文翻譯成幾十國語言 非常非常強大 那我目前呢 呃 所有的購物車系統呢 都開始 轉換成WooCommerce 好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出 趨勢嘛 這就是一個主流 所以呢 讓你知道一下 這個 這件事情 就是所以呢 你如果現在還想要呢 做網路商店 或者甚至你可以開始去學習 怎麼樣子幫人家 打造呢 結合WooCommerce 加WooCommerce的一個網路商店 這樣子都會有商機 好 因為這個是已經是世界性的趨勢了 在台灣呢 其實也 開始有一些人 他們就專門在幫人家 打造WooCommerce的購物車系統 因為做起來其實很專業 而且 都是繁體中文的 WooCommerce也是繁體中文的 也有簡體中文的 哪一國語言都有 幾乎都有 所以你 根本就是非常方便 非常簡單 不會很複雜 然後呢 再來呢 讓你知道一下 就是 目前呢 在2016年呢 我們手機啊 透過智慧型手機上網的流量 已經 超越桌機了 換句話說呢 現在手機購物呢 已經 已經慢慢 慢慢 在超越桌機了 而且呢 因為大部分 都是用手機在上網 居多 所以呢 你的網站呢 有沒有支援手機板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過去幾年 2012年 2013年的時候 我還曾經 看到好一番的爭論說 到底要不要手機板 有手機板是 是必要的 還是不是必要 因為大家那時候 還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確定 智慧型手機 就是未來的趨勢 現在已經是確定了 為什麼 因為Google呢 等於是官方正式的 給手機板的網站 投了一個票 因為呢 現在Google已經確定 就是你的網站 如果有支援手機板 他們甚至有提供一個網址 可以讓你自己 自己去測試 你網站能不能支援手機 如果有的話 你的SEO的排名 會更高 SEO的排名 就是關鍵字的排名 你的關鍵字 看你業界的關鍵字是什麼 或你的網站的關鍵字是什麼 當別人搜尋的時候 搜尋這些關鍵字的時候 會更容易找到你 如果你的網站 有支援手機板 那這告訴你什麼呢 Wordpress的世界呢 現在呢 非常之容易打造手機板的網站 所以呢 這個呢 也是走在時代的趨勢上面 那Wordpress的 世界裡面呢 要打造手機板的網站 都是非常簡單的 像我所有的網站 都是支援手機板的 這個幾乎就是現在呢 基本的 基本的網站的 一個條件 好 好 所以呢 結合這幾個資料呢 結論只有一個 就是呢 現在呢 你要學習去打造 好 能夠支援手機 好 有手機板的 好 或者是在桌機上 桌上型電腦 都看得到的 網路商店 可以讓別人 直接在網路上下單 這個呢 就是我相信呢 是2016年呢 絕對不敗的趨勢 隨著呢 特別是台灣 好 隨著台灣呢 現在金流呢 強制必須要用 台灣的金流系統 好 例如說歐富寶 支付寶 這樣子一個金流系統呢 那所有學Wordpress 用Wordpress打造 網路商店的人 他們勢必呢 會使用 Wordcommerce 然後整合 歐富寶 支付寶 然後再使用一些 適用於手機觀看的模板 然後來打造他們的網路商店 事實上你如果去觀察其他的 網路行銷老師 事實上我就發現 發現至少有兩三個人 已經 已經有推出齁 就是相關的方案 怎麼去替你去打造 可以整合 可以做到這樣子整合 所以它是一個商機 OK 所以呢這個商機呢 它基本上 就是已經開始有些老師 在掌握了 OK 那如果呢 你有辦法 然後呢 去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來 提供給台灣 還有非常多非常多人 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 網路商店 都不是用Wordpress打造的 那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巨大巨大的商機 OK 所以第一個趨勢 就這樣子提供給你 好 那再來就是我剛講的 就是 用Wordpress呢 所打造的網路商店 它其實是可以做到收全世界的錢 好 那我已經有提過 它可以整合歐富寶 致富寶 事實上呢 它可以同時整合PayPal PayPal 是全世界最熱門的金流 幾乎啦 幾乎是最熱門的 因為大陸還有個叫支付寶 大陸支付寶應該才最熱門 因為最多人用 大陸人口那麼多 PayPal大概有將近兩億個人 全世界在使用PayPal 只要你在國外消費 基本上他們一定會提供PayPal付款 那你可以在Wordpress呢 購物車系統裡面 同時整合這三個 付款方式 那如果它是海外的華人 那它就可以用PayPal付款 那如果你有整合歐富寶跟支付寶呢 甚至可能連大陸的支付寶 或者是財富通這些都可以收啦 就幾乎可以收遍全世界的錢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網路商店 當然你開一個網路商店 你當然理想你是希望說 能夠收全世界的人的錢嘛 那如果你的網路商店是中文的 那你當然是希望收世界華人的錢 那這樣子透過Wordpress加上WooCommerce 再加上整合歐富寶 支付寶或PayPal呢 你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OK 這我相信是你在網路創業呢 所會面臨到的第一個難題 為什麼我叫第一個難題 因為呢 你知道人的一生 對不對 那想要做第一件事情幹嘛 就買動自己的房子 那你的網站就是你自己的房子 那你在網路創業 或者是在實體創業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什麼地方 你第一個要有店家 你需要一個地方 你不敢用租的還是用買的 你都還有一個地方 那在網路上你的地盤 就是你的網址 就是你的網站 所以呢 當呢 不管你是要推廣什麼事業 或是用什麼賺錢的商機 你一定要都有一個網址 那到現在呢 還是有很多人 都還在用一些免費的 免費的網址 免費的部落格系統 那無名呢 倒掉了 這個教訓呢 顯然還是有很多人 學不會 所以呢 無名倒掉了 然後呢 當然 我不會去詛咒其他的 知名的部落格系統 也會倒掉 因為他們什麼時候倒掉 真的不知道 連台灣 曾經最紅的無名 都會倒掉 所以你真的很難預料 什麼時候 他們上頭的人 就突然就說再見了 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們是強烈建議 你既然是你自己的地盤 你最好就花一點點錢 投資一下 你自己的店面 那你自己的網站 所以呢 當你有一些商品 不管是代理一些商品 還是要賣一些商品 還是要推廣別人的一些商品 你第一個就是要網路商店 那 WooConverse所打造的網路商店 它有一個更厲害的功能 即使那個商品不是你的 他還是可以把商品上架 然後當這個人呢 要結帳的時候呢 他可以點擊呢 透過你的推廣連結 推薦連結 點擊過去到對方的 構成系統 去購買 完成購買之後 你就可以 收到推廣獎金 這個是如果你做聯盟行銷的話 聯盟行銷就是 我在網路上替你賣一個商品 我替你推薦 那你給我一個推薦連結 推廣連結 那別人點擊之後 如果購買 那我就會分到一定比例的獎金 那 WooConverse呢 甚至替你考慮到這點 你所上架的商品裡面呢 可以 放你的推薦連結 所以即使 所以不管你是要賣你自己的商品 還是別人的商品呢 全部都可以在 WooConverse加WooConverse的世界完成 所以這是我非常非常強調 也是 也是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你想要網路創業 我覺得是第一大難題 因為我回想起我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為了要打造我第一個網路商店 我也是學WooConverse 我摸了很久 我東看西看 想說現在到底是用什麼系統 在打造網路商店 開始還不是很清楚 研究來研究去發現 而且好像是WooConverse居多 然後呢 那時候 我記得我一個人東摸西摸 我英文不錯嘛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跟別人學 在網路上自學 我花了半年 才打造出我第一個網站 叫做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那後來 這個網站算是經營成功了 因為他 就是 算是有賺到錢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持續的在替我賺錢 所以呢 我第一次的嘗試告訴我說 我的媽咧 我要花半年 而且是 而且是 千辛萬苦 才打造出來 那現在呢 現在其實網路的資源非常的發達 那甚至呢 我呢 在近期 也會提供呢 就是一個 因為我既然都講這趨勢 我當然自己要把握嘛 那你可能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樣子打造你的 這樣子的網路商店 我可以幫你整個打造好 OK 那不過這是之後 之後 之後 近期會 提供出來了 那大家到時候再拭目以待 所以呢 關於趨勢一呢 我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覺得你要怎麼樣去掌握這樣子一個網路商店的趨勢 如果你本身呢 對於學習駕站是有興趣的 或者是覺得 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你是可以 去學會呢 幫別人來駕這樣子的商務網站 因為在過去呢 幫人家駕出一個商務網站 隨隨便便就是商務萬起跳 甚至十萬 幾十萬都有 就觀看功能 功能的多寡 但是呢 如果你有學數位行銷 然後呢 你所打造的網路商店 會跟一般的網路商店不一樣 我比較建議你去學的是 怎麼樣子把一個網路商店呢 他們 這個網路商店的一個行銷流程 他是有一個 他是可以讓網路行銷 產生成效的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網路商店 這樣講也許有一點點小小抽象 但是呢 我要提醒你 就是說我看過很多網路商店 他們裡面呢 有很多 都不是我身為網路行銷 網路行銷專家呢 看到覺得是適當的功能 或者是缺少了很多 我想要但是 但是他卻沒有的功能這樣子 OK 那這個呢 這個問題就交給你去思考了 OK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呢 第二個 2016年數位行銷趨勢 就是影片行銷成為主流 這個實在是太明顯了 好 那我們給你一些例子 你就會很清楚了 第一個你先 你現在有登錄FB的話 你會發現 Facebook裡面你只要一登錄 是不是有一頭拉股的影片 在過去你知道分享最多的 你會看到最多的就是一大堆圖文嘛 或新聞媒體的報導 但是現在你會發現 在Facebook上面呢 最多的是一大堆影片 一大堆影片 為什麼 因為Facebook現在正在跟YouTube 槓上 正在想辦法超越YouTube頻道這樣子 所以呢 Facebook呢 他們呢特別的去提升呢 影片的觸及率 什麼意思就是 你所分享 你所特別是你所上傳到Facebook平台的 這些影片呢 會更容易的觸及到 你的粉絲團的粉絲 或者是你的好友 他們特別優先 優先呢 優先提升的這個 這個我們叫觸及率這樣子 特別把它提升 所以呢 我實際測試 包括很多人實際測試 因為這是事實 就是你在粉絲頁上傳 影片真的很容易就觸及到很多的粉絲 所以他在鼓勵這個行為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就是影片的時代 大家都很喜歡看影片 所以影片行銷不再是一個 說實在不是一個趨勢 他已經就是主流了 他是現在進行式 他也是未來式 以後到底會變怎樣 太久以後我們不知道 但是現在呢 絕對是影片 橫行的一個時代 然後再來呢 就是 臉書呢 現在的影片廣告也很熱門 很多人在打影片廣告 那他影片廣告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他會自動播放 Facebook的影片呢 都會自動播放 那影片廣告呢 很可惜的是說 他收費的標準有點低 就是 他只要影片呢 自動播放3秒以上 他就 對那個廣告商收費了 這個你會比較虧一點 如果你在YouTube 曾經打過影片廣告的話 Google呢 因為YouTube是Google的 那Google呢 他是影片觀看 30秒以上才收費 30秒以下不收費 如果你影片30秒以下 那就是看完你的影片才收費 所以差了10倍啦 Facebook是3秒鐘 對 人家看你3秒鐘廣告 後面都沒看了 那等於是沒看 可是你還是被收錢 所以呢 Facebook比較call一點 但是基本上就是讓你知道一下 現在影片的廣告 Facebook也好 YouTube也好 都是很熱門的事情 OK 所以呢 呃 第三點你要知道的是 YouTube當然 仍然還是 還是最最熱門的 所以呢 好好的去經營YouTube頻道呢 這個是我在4年前 很少人能夠理解 所以我 我 4-5年前 我那時候2011年9月左右吧 我那時候 成立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上傳 我的一些網路行銷 或社會行銷的影片 然後那時候我發現 喔 國外那時候已經很熱門了 然後呢 那可是台灣其實那時候 隨便便便上傳一些影片 關鍵字排名都很好耶 然後直到後來啊 就是 呃 我們發現你在 你在Google上面呢 搜尋一些關鍵字 甚至首頁竟然會出現 YouTube的影片 這是後來Google呢 把YouTube的影片也納入 搜尋引擎當中 OK 然後呢 甚至呢 現在呢 Google呢 正在規劃 今年 2016年就會推出 就是 你在Google那邊 做一些關鍵字的搜尋 有可能就直接看到 影片的廣告 以前就是頂多看到文字 文字連結而已 文字的廣告而已 現在有可能就直接出現 影片的廣告 OK 所以呢 現在 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YouTube也好 這三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三個網站 對吧 全部呢 都在Focus 全部都專注在影片上面 好那你就可以知道 影片的確是當道 好 而且呢 在國外呢 發現 銷售 銷售型的影片 也越來越多 比傳統的長文案 好就是寫熱熱場的圖文 好就是效果呢 來得更好 所以呢 不只是 呃 不只是 YouTube Facebook Google 都很重視 啊其實在行銷上呢 我們也發現 人呢 在這個年代呢 因為 影音的這種刺激啊 已經就是電視新聞媒體 都一大堆影音的刺激 所以呢 讓我們覺得呢 我們對文字的閱讀能力 其實講起來是有點可悲啦 就是因為我們的讀寫能力 沒有以前的人那麼好 好 然後呢 所以呢 我們都習慣用聽的 用看的 聽跟看是比較簡單的 讀跟寫是比較難一點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現在呢 呃 如果要賣人家的東西 或者是像廣播 或者是用聽的 或者要傳達一些訊息 像是透過廣播 還透過影片的效果呢 呃 就難易程度來講 呃 透過聲音跟影片 或圖片 是比較容易讓人家接受的 文字呢 越來越多人 沒辦法很耐著性質去看 這樣子 這是 這是現代人的 現代人就是變這樣子 所以呢 這是為什麼 這也是可以解釋為什麼影片 會變成現在的主流 OK 好 所以呢 第二個主流 其實不用講 不用給你太多 繁雜的數據 你稍微用 用人性的角度去思索一下你就知道 那 那我一樣 留給你的問題是 你要怎麼去掌握影片行銷趨勢 有幾個方面你可以著手 第一個呢 呃 我們給你一些實質的建議 第一個呢 你可以呢 開始試著去學習 怎麼錄製線上的影片 用什麼樣子的軟體去錄製 像我就是用很簡單的POPPOINT這樣子 跟你分享 然後用螢幕 螢幕的那個 擷取軟體 然後呢 影片行銷竟然是主流 其中一個就是辦線上演講 就像 大家現在參與的線上演講一樣 那它也是一種影片行銷的模式 雖然它是現場的 但是它結束之後 你就會看到影片 不是嗎 然後呢 再來呢 你開始去學習呢 怎麼去使用影片行銷軟體 好 那我 我自己也有出過一些影片行銷軟體 OK 那 如果你有辦法 例如說 有一種影片行銷軟體就很厲害了 大家可以把 例如說YouTube的影片 然後你分享到Facebook 然後你可以在影片裡面 那是別人的影片 但是你可以把它加工 你可以在影片裡面出現你自己的廣告 你可以在影片裡面呢 甚至出現你的電子發訂閱錶單 好 這一類這樣子的影片行銷軟體呢 在未來會越來越多 因為呢 隨著影片行銷成為主流 好 影片相關的 不管是線上課程 好 大家都現在幾乎都是 線上課程幾乎都是用影片的方式 你幾乎很少人看到圖文的方式 去上課 這樣人家買了可能會退廢 看不下去 然後呢 或者是辦線上演講 或線上銷售型的演講 這些絕對都是未來趨勢 在我2011年的時候 2012年的時候 台灣幾乎沒有人在辦線上演講 特別是網路行銷類的 那我在2012年的時候 開始辦線上演講 我幾乎是台灣最早期 網路行銷人這樣子在辦 那在國外已經發現 透過線上演講的模式呢 它的成交力道還有互動都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趨勢 然後當然雖然很多人會怕那個 就是 就是那個 你知道嗎 辦演講 你如果沒有公開演講的經驗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可怕 可是說實在話 辦線上演講 有什麼好怕的 你前面又沒人 你只是看著你的電腦螢幕 你都會緊張 這個純粹是心 是心態上的恐懼 並沒有一個實質的 實質的意義 你什麼意思就是 就是 實際上你前面又沒有人 你只是自己 現在假想 哇好像我背後有好多眼鏡在看我 自己被自己嚇到了 你只要能夠克服這麼一點點障礙 你其實 對你的電腦講話有什麼好緊張的 不會有什麼好緊張的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 如果你可以去研發 就是 一些 影片行銷的軟體 我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很棒的商機 那我們之後呢 也會推出一些相關的影片行銷的軟體 或者是這幾 我現在講這幾件事情 那你自己也可以把握 因為這個就是現代的趨勢 這就是2016年的趨勢 我相信2017年也是 同樣的趨勢 不會變的 OK 然後這邊 再給大家更多有料的一些訊息 就是 影片行銷的一些必備工具 那像我個人 目前呢 所有的 教學影片 我在YouTube 總共上傳了600多支影片 有公開的呢 有 將近500支影片 然後呢 然後我全部呢都是用Contasia 這是國外一致推薦的 那如果你要用中文版的 台灣據說有人推薦威力導演之類 我沒用過 所以不要 買了不好用 不要怪我 但是我聽到 威力導演好像不錯 那甚至有些免費的 你可能上網去查一下 但是 Contasia比較貴一點 但是 比較專業嘛 也比較好 那甚至呢 在國外也有人在教啊 就是直接拿你的iPhone 或做一些你手機 甚至你有買一台攝影機 便宜的攝影機 兩三萬 就可以拍出不錯畫質 那 這也是一個你可以把握商機 因為台灣人 還是很少人 知道怎麼去用自己的iPhone 來錄製 來錄製出一個專業的影片 或是拿攝影機 或是 你也可以去教別人 怎麼去使用 像Contasia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軟體 OK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 第三個趨勢 第三個趨勢很明顯 就是手機APP 正夯 正熱門 好 那為什麼前面就打四個字 就是行動商務 現在是 談的最活樂 就是這個 就是行動 就是指Mobile 就是你的手機 商務就是e-commerce 就是購物 就是 就是怎麼樣子在手機啊 現在大家都是滑時代嘛 大家都在滑手機 那手機APP呢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 好 那大家就在想說 那 有沒有辦法自己製作 自己的手機APP 讓使用者直接下載 再到 他的手機 然後呢 打開這支手機APP 然後呢 裡面呢 就可以 就可以讓 就是使用者下去購買 好 這個手機APP 跟 你的網站 用手機上網 是不一樣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用手機上網 你要 點 你用你的手機上網的話 你要點擊網頁輸入網址 才可以上網 好 然後這個網頁呢 可能可以支援手機版 好 那你可能可以線上購物 這樣子也可以 但是 手機APP是 你特別下載下來 它有點像是網頁濃縮版 你知道嗎 好 那你直接讓一個人直接下載 他就直接 會有一個 icon 就是一個圖示 或圖標 然後就直接出現在你的 手機APP 對 就是手機螢幕上面 你只要點那個圖標 一點 那 這個就是你 然後那個APP就打開了 為什麼我要稍微解釋這樣子 因為 陳千秋人 問我說 他不知道手機APP 跟網站有什麼差別 所以 所以我稍微解釋一下 然後呢 所以呢 現在呢 現在大家在談的是這個行動商 怎麼在手機上直接完成購物 這個難度很高 因為 這個大概可以這樣子解釋 就是 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有自己的網站了嘛 越來越多人 就像我第一個趨勢一講的 Wordpress打造的網站 就是你自由的網站 可是我同時相信 有很多人還沒有 所以呢 現在全世界的網頁呢 有幾兆個 非常的驚人 非常多兆個網頁 網站也是非常非常多 幾百億個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大部分的網站都是有免費的 就是 像早期的無名 免費博羅格系統打造的 但是少數呢 就越來越多人覺得 應該要有自己的網站 所以呢 那其中Wordpress呢 就是主流了 所以到現在有四分之一的人 用Wordpress打造他自己的網站 好 那同樣的呢 這樣子的趨勢演化演化到最後 我相信呢 未來就會是 每一個人 都有他自己的手機APP 就是 未來越來越多人 當 當 因為當Wordpress出來的時候 自己打造網站越來越簡單 幾乎可以 達到就是自學 然後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 當手機APP呢 然後呢 越來越容易 製作出來的時候 現在技術上難度 已經越來越低了 但是呢 還是有點高 比打造網站 你要做一隻手機APP 可能比打造一個網站 還要再難 難度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呢 那 當未來呢 這個手機APP製作呢 的技術 越來越成熟 到最後 你幾乎也 不用寫任何程式碼 你就可以打造DIY 自己打造自己的手機APP的時候 我相信呢 就會有越來越多人 就是 有自己的手機APP 那 到這個時候呢 我相信未來一定就是 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手機APP 所以我可能就說 欸 你要認識我 你就去哪裡 去下載我個人手機APP 裡面就有我所有的資料 就跟你以前說 欸 你到我個人網站去 裡面有我所有的資料一樣 這是我個人相信 未來走的趨勢 那這邊給大家一些數據 稍微佐證一下我的想法 然後不然以為我在後欄 那 但這可能是很久以後的會 我剛講的 所以目前呢 最大的手機APP市場呢 就是只有兩個 一個叫Google Play Google Play上面呢 有 有160萬支手機APP 那這個Google Play上面都是Android系統的手機APP 然後再來 Apple 蘋果電腦的App Store 裡面呢 有 150萬支APP 這兩個APP量差不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其他的 其他三大家 平台加起來可能都不及 這兩家的五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 三分之一 基本上呢 你可以簡單講 就是這兩個平台 Google Play 可以打造出呢 一支 簡單講就是 能夠呢 在Android系統 下載 同時在 iOS 就是 Apple 使用的那個 作業系統 就是iPad iPhone 這樣子的作業系統 然後 觀看的手機APP呢 你基本上 就已經掌握了 80%以上的手機APP市場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要做一支手機APP 你的手機APP 只要 能夠讓人家在Android系統 跟iOS iPad iPhone 這樣子的系統 下載 就已經很夠了 其他的都太小了 市場都太小了 不用緊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兩家加起來就破300萬 所以現在手機APP很多很多 那300萬是賺多還是少 還是怎樣 你自己稍微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 只是稍微 一個示意圖 這是 20 你看 在2008年的時候 還沒有手機APP 可以看到 然後呢 在2009年4月的時候 開始有第一波手機APP 然後接下來呢 2010年 2011年 12年 然後每年上升越來越快 越快 到2015年 所以我們看到 APP的總數量在快速的增加 在快速的增加 所以你如果在2008年跟人家講 手機APP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可是你看 經過這幾年的發展 手機APP市場快速的提升 所以像 最 最 最有名的手機APP 你的 我 我相信你的手機應該有安裝 就是YouTube 還有Facebook 手機APP版 對啊 你在 大部分的人 都在 都利用他手機上 上Facebook嘛 或觀看YouTube的影片 所以這兩支APP都是年度 幾乎都是最熱門 最熱門的手機APP下載 所以 這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趨勢已經有了 那很明顯這是一個 勢不可擋的趨勢 而且是一直在倍增 倍增的 一直在暴增的趨勢 所以 現在問題來 你要怎麼去 掌握這樣子的趨勢 那我先舉我自己的例子 第一個就是 你當然就自製手機APP 那我呢 算是台灣網路行銷老師裡面 就我自己所知 我應該算是 如果不是第一個的話 那一定是很早很早很早的 很早就有了 幾乎是最早一批 擁有自己的手機APP 你現在到Android Google Play 或者是App Store 去搜尋網路行銷就好了 或者是網路行銷超人 我的手機APP 就叫網路行銷超人 你光搜尋一個網路行銷 你就會在 你就會在首頁 就看到我的手機APP了 因為我的手機APP 就是網路行銷類的 非常熱門的手機APP 不管是在 Android Google Play還是App Store 那 因為呢 就很少人 很少人 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在 2014 2014年底的時候 我就 開始 我就已經打造 開始打造我的手機APP 所以第一個呢 你可以把握的機會 就是 你可以自己想辦法 去透過一些資源打造 這個當然有點難度啦 說實在話 第二個呢 就是 你當然可以請人做手機APP 那同樣的你要怎麼去把握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敘事 就是 你可以呢 去幫人家做 你可以怎麼學 打造手機APP 然後你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幫別人去做 然後做出一些你的作品集 所以 這個市場其實是很熱門的 那同樣的我覺得 你幫人家做手機APP之前 你要 有網路行銷的概念 不然你的手機APP沒有行銷功能 這樣很可惜 那 我們呢 之後 會提出來 像我個人也已經有 在幫人家做手機APP 所以 我們之後 也會提供給你一個機會 就是 我們會給你 兩個機會啦 就是說 看你要請我們 幫你打造一支 很拼你的手機APP 還是呢 你要自己DIY去做 那我們給你線上 你可以自己DIY自己操作 然後就很快的就可以 製作出一支 看起來蠻專業的手機APP 那這個 只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趨勢你可以怎麼把握 還有我自己 我介紹每個趨勢 我通常我自己都會去掌握 那 他們也 的確都是趨勢 你可以看到 我給你的數據都不假 那 但是呢 我們要更進一步來思考一下 那個 手機APP裡面至少要什麼功能 才算 才算完整吧 就像一個網站至少要什麼 東西在裡面 才算 完整 那第一個呢 我覺得啦 最起碼 在一支手機APP裡面 它跟網站不太一樣 沒辦法塞太多東西 手機APP打開呢 那個 選單大概就頂多 支撐個七八個 七八個選單就滿了 所以你沒辦法像網站連個十幾個選單這樣子 所以 第一個呢 你要知道手機APP它也是一個流量來源 因為呢 Google Play跟App Store會免費替你打廣告 去曝光你的手機APP 那所以呢 你一定要善用手機APP 去 反連結回去你的官網 就是你的官方網站 那我們強烈建議你有一個 Wordpress打造的 結合趨勢一 Wordpress打造的那個網路商店 連結回去 這樣你就可以把手機APP的流量 導回去你的官網 然後再來 現在社群媒體 非常非常熱門 那我們強烈建議呢 你呢 去找一下 KAMEL這樣子的功能 就即時串流 什麼叫即時串流 就是Facebook粉絲團 例如說 你有一個Facebook粉絲團 然後呢 結果呢 這個人呢 他不用到你的Facebook 的粉絲團 結果他還點你的手機APP 他還開啟你的手機APP 然後點了一下你的Facebook 裡面的即時串流 就是 你的Facebook粉絲團的貼文 竟然就即時出現在 你的手機APP裡面 那你如果有經營推特的話 那你的推文也是即時出現在 你的手機APP裡面 如果你有Instagram 這是一個 那個照相APP 有很多人拍很多照片 都用Instagram 那如果你有經營Instagram的話 你所拍的各式各樣的影片 的圖片呢 也同步在你的手機APP裡面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手機APP 有這樣子的功能 這樣子是不是很好 什麼意思 就是你呢 就是讓 讓你的粉絲或你的潛在顧客 來下載你的手機APP 那他 他呢 一下載之後呢 他可以在這支手機APP裡面 同時的關注你的官網 甚至你呢 如果你是用Wordpress打造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你 Wordpress發表的文章 即時的 即時的發表在你的手機APP 他可以用 就是打開你的手機APP 他就可以看到你的部落格文章 也不用跑到你的網站去 他可以看到你Facebook 粉絲團的貼文 推特的推文 即時的圖片 還有一些影片 甚至YouTube YouTube的影片 也可以同樣 塞在一支手機APP裡面 這樣子呢 就省去了你的粉絲 要追蹤你啊 他要跑到Facebook去 他要跑到Twitter去 他要跑到Instagram去 他要跑到YouTube去 他要跑到你的網站去 的麻煩 就download一支手機APP 他就可以追蹤你在各個不同的平台 就是媒介 的一些最新的訊息 那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可以打造出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手機APP 或者是幫人家打造一個 這樣子的手機APP 就有價值了 就有價值了 好 然後再來呢 手機APP行銷裡面 附帶的一個分支 就是手機行銷 就是手機行銷 像在台灣呢 最熱門的 因為台灣LINE 有1700多萬人使用 所以台灣最熱門的 現在就是LINE AT生活圈 因為他開放 現在開放 讓一般人可以免費 申請 他有點像我們的 Facebook粉絲團 可是呢 經營LINE生活圈 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在Facebook 發表的那些 粉絲團發表的貼文呢 大概 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甚至不到百分之五的人 的粉絲會看得到 但是你用LINE AT呢 發布的貼文 觸及率呢 是遠比Facebook來的高 可能會有百分之七十 以上的人都 甚至九十 都看得到 因為LINE是一個行動的APP LINE本身就是一隻手機APP 好 LINE本身就是一隻手機APP 可是他卻有辦法把它做到 Instagram也是手機APP 好 那他呢 卻有辦法把它做到 這個規模 很厲害 好那如果你在台灣呢 你一定要有LINE 就往LINE生活圈走 那我個人也有LINE生活圈 等一下會開放機會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LINE生活圈的話 歡迎你來訂閱 那 如果你在走大陸的話 大陸就是微信嘛 WeChat 這個 聊天 他像Skype一樣 就是一個聊天用 可是他最後 越做越大 最後推出一個叫 微信公眾帳號 他可以讓人家訂閱 也是 概念跟LINE的生活圈很像 跟Facebook的社團 或粉絲團 是很像的 那 所以呢 如果你是 在台灣 你就是走LINE 然後呢 在大陸就是微信 這個 就是這樣子 現在的趨勢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根據你自己啦 你自己 你自己的需求 那這些 這些管道 都是我們現在就提供給你 這些都是趨勢之一 絕對 你在台灣說 LINE LINE LINE行銷不是一個趨勢 那 怎麼可能 一千 一千七百多萬 二分之一以上的人 都有LINE 他怎麼可能不是一個趨勢 他幾乎已經獨佔了 台灣的市場了 台灣喔 基本上被Facebook 還有LINE 給淹沒了 對 還有YouTube也淹沒了 淹沒了 整個台灣的 台灣人最常用的 大概就這幾個 大陸人最常用的是微信 好 所以這個 這個都是我簡單點出來 幾個你可以把握的趨勢 那再來呢 我們要來分享呢 就是 數位行銷的趨勢 第四個 就叫內容行銷 這個 內容行銷我先定義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一種 透過創造跟發布 有價值的內容 例如說 Blog文章 製作影片 創造 發布 有價值的內容 然後 以達到吸引 目標受眾 就是你的潛在顧客啦 跟他們互動 跟他們留言 跟他們訂閱你的電子報 最後驅使呢 客人呢 驅使這些潛在顧客 反客呢 採取獲利行動的行銷技巧 就是你希望呢 他們去看你的文章 然後 點擊 你推薦連結 如果你做聯盟行銷的話 或者是點擊這裡購買 你自己的產品 的一個行銷技巧 換句話說呢 它就是透過呢 去創造 跟發布一些有價值的內容 這些內容 可以是文字 可以是圖文 可以是影片 可以是線上演講 像我現在 就是在做內容行銷 我現在辦的線上演講 就是內容行銷的一環 所以它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廣泛的 廣泛的行銷方式 它絕對是一個趨勢 你自己上網去查 好 內容行銷 絕對是 已經是這幾年來的趨勢 那 好 那內容常見的型態 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是Blog文章 怎麼透過Blog文章經營 然後怎麼透過影片啊 線上演講 甚至還有資訊化圖表 它是一張圖文並茂 那把很多的資訊呢 結合在一張圖裡面的一張圖表 這些都是比較常見的型態 那我這邊簡單就擷取 其他網路行銷類的網站 他們 他們的一些標題 讓你看一下 這是2015年底 才弄了 就是 才出現的 內容行銷五大趨勢 品牌贏在起跑點的關鍵 類似像這樣子 讓大家知道一下說 內容行銷的確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趨勢 那內容行銷重要性呢 更勝以往 那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講 它這邊其實要開始切入 內容行銷的其中一種手法 就是做故事行銷 它說一個好的行銷案例就是說一個好故事 越來越多的品牌熱衷於講故事 因為沒有人喜歡聽什麼大道理啊 但是很喜歡聽小故事 所以故事講的好不好 直接影響內容行銷的成敗喔 這直接在自於數位時代的一段話 他們在分析網路行銷趨勢的時候說的 你故事講的好不好 直接決定 內容行銷的成敗 換句話說故事行銷又是一個很重要 那我 我個人是這樣講的啦 沒有人呢 喜歡直接聽大道理 但是很多人很喜歡 先聽你講一段故事之後 再來總結這個故事裡面的道理給他聽 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喜歡聽一所欲言 你知道嗎 我很喜歡聽那些欲言故事喔 有一個故事 然後這故事有一個啟發 好這個 那我個人呢 在在高雄這邊喔 南部喔 至少講過大概300場以上的演講 屍體演講 然後呢 我通常都是講最多的就是去學校 我這樣跟學校合作 去講反讀喔 仿霸凌 人權 然後品德教育 常去學校演講 那我發現呢 在我演講的時候 你看如果你直接講反讀啊 吸毒不好啊 吸毒要被關啊 吸毒你看下場這麼慘啊 恐嚇學生 這有什麼好玩的對不對 人家那些小學生聽了 國中生喔 我跟你講小學生還比較耐著性子聽你講話 國中生高中生聽一聽都睡著了 你講的太枯燥的話 結果照實際的演講的經驗 總結出來 我的演講講得非常之好 然後 很多人很多學家聽了我的演講 又下學期又再邀我回去 那為什麼 因為我很會講故事 真的 因為那個 因為我真的發現呢 真的人喜歡聽故事 然後我 所以呢 我通常會講 兩大類的故事 一種是很震撼 要講就講很震撼 要嘛 要講就講有趣的 這博君一笑 但是每一個故事裡面 最後我都會總結一個道理 是希望讀者聽得進去的 那我用故事的方式去啟發它們 這個就是故事行銷了 這就是故事行銷 你可以替你的品牌講一個故事 替你的產品講一個故事 替你為什麼開創 這一個商品 為什麼會有這個商品 的故事 的艱辛的故事呢 來龍去賣 來講一個故事 所以呢 這個是內容行銷 這是內容行銷 所以 內容行銷的範圍很廣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銷售文案 其實也是內容行銷的部分 這比較少人 思考到 因為畢竟銷售文案 就是你寫熱熱場了 又會要賣某一個商品的一個 一段文案嘛 那它也是由內容所組成的啊 所以 這 這裡面有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 銷售類 就是這裡就扯到行銷了 網路行銷裡面的東西了 第一個就是 銷售文案本身 本身它的結構 就是內容行銷 你就是利用內容在做行銷 不是嗎 再來就是銷售型的影片 現在很多影片都是在拍銷售影片 廣告就是一種銷售影片 很明顯 廣告 電視廣告 然後再來就是線上銷售演講 如果我這場演講 打算賣你東西的話 那就是 一個銷售演講 那也是內容行銷啊 然後或者是辦什麼說明會啊 這些 都是算是內容行銷的一環 那這些東西都是 所以它其實非常之廣泛 那 不好意思 就是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內容行銷這邊呢 我們要替你總結 就是說 你呢 你可以去 怎麼去把握 怎麼去把握這樣子的趨勢 其實我是覺得 講的比較實在跟你 可能有關係的是 你要學會去精通怎麼寫 銷售文案 怎麼去 怎麼去錄製銷售影片 然後怎麼去呢 透過辦線上銷售演講 下去賣你的東西 就是這最後這三點 這是我 覺得 我總結起來呢 覺得最建議你去做的 好 那精通文案撰寫 是一個 我覺得是你在做網路行銷 或做數位行銷 最最最最最棒的一個資產之一 最最最最最棒的一個資產之一 如果不是最棒的話 因為呢 畢竟我們在網路上 看不到真人 好 那我們都是透過文字 影片 甚至線上文演講嘛 就是隔空對話 距離畢竟遙遠了一些 然後呢 感覺比較陌生一點 那唯一呢 讀者呢 能夠了解你的方式 就是透過你的圖文跟影片 還有你的 你說演講的時候的口吻 所以呢 我呢 個人呢 是 在我寫過好幾十篇的銷售文案 還有 內容行銷的相關的 那個 撰寫是幾百篇之後呢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文案 銷售文案跟 怎麼製作銷售影片 還有 怎麼樣子去錄一個 線上銷售演講 我覺得是現在 網路行銷裡面呢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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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三個技能 三個技能 是 你說質疑 反正很重要的對 因為沒有這個東西 你就賣不出去你的產品 你那個產品再好 你網站價再漂亮 手機APP再美麗 你不會寫文案 你不能錄銷售影片 你不會講銷售演講 那你什麼都賣不出去 那前面那些努力都白費了 所以呢 我覺得 你可以掌握的 就是 好好去學一下 怎麼去寫銷售文案 就是這三點 這是我給你的 一個方向 你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去 教人家 自己專研 做出一點成績 教人家怎麼做 那附帶一提我也會近期 也會推出我第一個文案課程 因為我就是要去把握這個趨勢 那我總結了我這五年左右的 2011年起 這幾年的經驗 我把它整個統整成一個非常大的課程 那近期會再跟你分享 所以這也是我親自的去掌握這個趨勢 所實踐的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趨勢 我幾乎都 不只是嘴巴講 給你數據 我也親身的力行 這是我覺得一個網路行銷老師 如果他真的 有 他真的是 一個好的老師的話 他應該會去做 他講的東西 他不會只出一張嘴而已 出一張嘴的這個叫教授 不好意思 就是理論派的 他真的有在做的 就是實戰派的 那第五個是比較獨特的 是國外的一個趨勢 台灣女孩非常少見 我這個很難翻譯成中文 因為中文其實沒有人翻譯 叫Solo Ad的崛起 Solo Ad Solo就是一個獨家的意思 Ad就是廣告 獨家廣告是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就是指 Email內獨家廣告 他意思是說 你可以在別人的電子報裡面 放入你自己的廣告 有一些人的電子報 他是有賣廣告的 那如果我今天呢 有一個 舉例來講這個模式可以是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找到一個人 他有在經營一個電子報 那這個電子報是瘦身減肥的電子報 那你剛好有一個瘦身減肥的產品 那你就跑去跟他談 說 欸你能不能在你的電子報裡面 推廣一下我的產品 那我替你買 你的電子報的獨家廣告 換句話說就是你替我發一封電子報 給你的這一群人 那你就 然後看你要收多少錢這樣子 這個就稱為是 Email的Solo Ad 這個基本上就叫Solo Ad 他就是呢 去跟別人的 別人 別的擁有名單 擁有電子報讀者的人 去洽談合作 然後透過別人的電子報來發送 來發送自己的廣告 這種模式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模式呢 是因為呢 在美國那邊呢 發現呢 打付費廣告 像臉書廣告 Google的Edwards 成效越來越爛 然後呢 或者是打廣告 太貴了 因為這些廣告平台 越來越成熟 廣告費就 越來越貴 他們想說 有沒有比較便宜一點的 那便宜一點就是 能不能跟素人去打廣告 素人 就是 理我他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欸對喔 那我就去直接 反正有一些人 他有經營部落格 那他經營部落格 有很多人訂閱他電子報 可是他卻不知道 因為他可能沒有他自己的產品啊 他卻不知道怎麼把他這些電子報讀著 變性 用他們來賺錢 那你就去找那些人去打廣告 那這樣子就達到雙贏的結果啦 你就可以收 你就可以付便宜的那個廣告費 然後呢 可是呢 卻可以很精準的齁 把你的廣告放在最佳的潛在顧客的前面 就像我剛剛舉的齁 你有一個瘦身的產品 那你去找一個有 有瘦身這方面的電子報的人 去跟他談合作齁 那實際上 你把廣告打進去 這樣子的成效也是最好的 齁 然後他們發現說 欸那我身為廣告商 我又可以省錢 那 對 那一個 電子報的擁有者 他又可以賺錢 齁 那 就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這一個呢 我覺得在未來 會是在台灣也會越來越熱門 台灣事實上已經有少數人在走 好 那我們 有機會會再讀 會再特別邀請 這一方面的專家 一直在專門 經營國外 solo aid 市場的專家 來跟你分享 事實上我們的高峰會 會請到 這樣子一個專家 那 來教你呢 他是怎麼透過 透過國外這樣子的一個市場呢 賺到 幾千塊美金 齁 好 那呢 所以呢 我們最後呢 我們要總結一下 2016年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網路行銷的趨勢 基本上就這五個 就是Wordpress網路商店 變成主流 然後呢 影片行銷 手機APP 還有行動商務 還有手機的行銷 內容行銷 特別是 銷售文案 影片 銷售影片 還有簽上演講 這三個能力 國外的solo aid 這種全新的 在台灣還算很新很新的廣告型態 可以幫你省掉廣告費用 但是又很有效的 在台灣我記得 早期有PC Home有電子報 現在好像沒落了 但早期有很多人在經營電子報 那你其實是 去找一下 其實就是很像 像現在有人去找知名部落 部落客啊 然後寫一篇廣告文這樣子 有點像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OK 所以呢希望呢 呃今天的分享 今天分享其實也 也差不多到這 那我們呢 最後呢 開放一點點的時間呢 可能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問我 那我也給大家一些 呃機會 來 來 呃 來訂閱一下 就是訂閱一下我的LINE生活圈 還有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的粉絲頁這樣子 OK那我們這個簡報呢 就先到這裡 OK